洗发水里加点点服就能去投蟹 这个点服去蟹大法 因为有主播利剑 所以时不时有粉丝问问强哥 你看他评论区 有的人说用了有效 有的人说用了无效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能不能去投蟹 先弄清楚投蟹的起因是什么 其实这个原因就是 迷 因为至今为止 全世界都没能把投蟹的起因 个原理完全弄清楚 大家只是有一些基本共识而已 但大的方面还是可以把投蟹分为两种 干燥投蟹投蟹和油腻投蟹投蟹 干燥投蟹投蟹是投蟹角质层异常脱落 油腻投蟹投蟹是脂质和微生物刺激下的产物 我们都知道点服是杀菌消毒的 那就是来搞定微生物的 所以干燥投蟹投蟹用点服是没有用的 干燥投蟹投蟹它的起因 通常因为皮肤干燥敏感引起的 这就像假如我们用洗衣肥皂来洗脸 洗个几次脸上一样也会干燥脱皮 其实投蟹是一样的道理 这种投蟹它往往到了秋冬季就会更加的明显 那解决干燥投蟹投蟹 你只要去改善投蟹的干燥 增强投蟹的保湿 投蟹自然就会缓解 所以我之前推荐大家以油来养投蟹也是这个道理 再说油性投蟹 为什么有的人用了点服有用 有的人用了点服又没用呢 其实这个跟驱蟹洗发水是一样的 既然油性投蟹的起因和真菌细菌脱不了干系 咱们就杀菌呗 所以你看现在市面上驱蟹洗发水 用到的这个抑菌剂五花八门 有这个笔流温馨 笔流克同乙成安盐 绿米八作 还有煤胶油 水羊酸 包括咱们之前讲的硫磺 包括这个药用的铜钢座 二流化锡 这些抑菌剂和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点服一样 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都没能完全研究透彻 引起投蟹的真菌跟细菌到底是哪些 而偏偏这些抑菌剂各个又很挑剔 对哪些的菌杀蔑效果好 对哪些菌杀蔑效果差 每个人都不一样 没有哪个人是万能的 所以你举个例子 比方你的投蟹是这个麻辣色菌引起的 那你用这个A款洗发水 它恰好含有的抑菌剂能搞定这个麻菌 那你用了就有效 而你的闺蜜呢 她头上的这个投蟹是由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 那她用你这个就没效 但是她用了含有另外一种抑菌剂的B款洗发水 可能就有效 那既然这么诡谀莫测 咱们具体也得给点建议吧 游戏投蟹投蟹呢 你想试点服可以试 虽然这个不是我认为最理想的这个去蟹方式 但是它对部分人确实是有效的 毕竟这个抑菌去蟹的基础原理还是摆在这里 点服这个东西它的消杀力还是比较强的 平时咱们抹在皮肤上一分钟消毒啊 就管事了 所以你在头上呢 是不需要反复尝试的 你对洗发水洗个三次 如果没有用 那就停用吧 毕竟呢 这个长期用它对皮肤黏膜是有刺激性的 如果你用了有效 头蟹没有了以后 也要停用 它可不能作为一个预防性的手段 因为一方面咱们头上的菌啊 本来就分为有益菌和有害菌 但是这个杀菌不看脸色来了通通干掉 你长期用打破了你头皮的这个菌循平衡 给你带来更大的问题 头蟹是去掉了 头发没有了 另一方面你如果长期用 你头上这个菌啊 在生死锤炼中对点服产生了耐药性 那你到后面就更难以收场了 所以如果你刚开始用是有效的 用到后面呢 无效 一样也要停用 这个可不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你自认为这个无效了 就去增加剂量 这个剂没用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不管是说到底呢 不管是干性头蟹还是油性头蟹 所有头蟹人群都存在头皮屏障受损 这个是全世界研究头蟹的人的一个共识 你自己家门敞开了 还能怪坏人进来吗 所以跟着强哥一起 我们养成良好的养护发习惯 增强自身的抵抗能力 这个才是根本 你这种译 我听死了 我听死了 感谢观看